好 我们下面呢 在串讲的技术上 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 考试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 这个摄像 以及一些特别重要的考点 那么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题型啊 简单的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题型上来看呢 总共大体上有五种类型的题型 一个是单选题 一个是填空题 还有一个是计算题 还有一类证明题和 这个综合应用题 那么每一种题型呢 大概的题的分量是这样 单选题15题 每题通常一分 然后填空题呢 通常10题 每题两分 然后计算题通常 大概有五道题左右 每题的分值呢 在六分 单选题和填空题呢 分布的各个章节 当中的基础知识 最最基础的知识 大概占80%的基础知识 都可以在这考 对吧 那么在计算题当中呢 我们罗列了最近一些年 根据这些年的考题 考的比较多的 一些知识点和类型 比如说去构造真值表 比如求这个命题公式的 主吸取范式 主合取范式 求位置公式的真值 然后画关系图 关系矩阵 并且判断关系的性质 然后像这个篇序图当中 根据它的哈斯图 然后来写它的八个特殊元素 尤其是整除关系 它的哈斯图一定要会写 然后另外求关系的符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给出划分 写出与此等 这个等同的等价关系 还有呢给定等价关系 写出它对应的划分 以及它的关系矩阵等等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项图的 临近矩阵 可达矩阵 及录的长度 它的条数的计算 这是在计算题当中啊 经常出现的一些内容 证明题呢 大概会有三道题 那么我们每题呢 分值可能会不太一样 六七分的样子 比如说如何去证明一个关系 是等价关系 如何去证明两个集合相等 如何去判断一个群 它的性质来 根据它的这个性质来证明 那么另外呢 还有像我们图论当中 提到的握手定理的一些应用 尤其是跟数结合起来的一些应用 还有去判断这个对哈密顿图的 这个判断和证明 比如说让你去否定一个图 不是哈密顿图 或者让你去肯定 那么我们讲过一个必要条件 和充分条件 另外还有像联通图的证明 这是大概证明题的 事要知识点 那么综合用题的事要知识点 大概是两个题目 然后事要知识点相对比较固定啊 你比如说像这个命题逻辑 和位置逻辑当中啊 推理的有效性证明 这个基本上会考一道题 二选一 然后下面这些哈密顿图 以及无相复权图 根据它的矩阵 来求它的最小生成数 这个可能会二选一出一道题 大概综合应用题啊 相对根据这几年情况来看呢 相对比较集中一些 所以大家回去啊 根据我们讲过的一些典型的例题 把一些题目熟悉一下 然后各章节呢 占的比重 我们在串讲当中 实际上已经讲过了 数理逻辑和集合论这一块 相对比较重要一些 大概在60%以上 然后图论相对稍微的 呃次值多一点 然后弹书系统这一步呢 一般出的题会 十二三分左右 那么主要的考点 主要包括呃 这几大部分 我们从每一大部分来看啊 啊 数理逻辑这一块 在单选题里头经常出现的 左边这些 基本上是每年都会出的啊 基本上每年都会出的 比如说像符号画的问题 像这个永珍式 重言式的判定问题 命题的真值 等问题啊 那么呃 呃在单选题当中 一般的考点 像这些 范式啊 最小连接词等等 这些一般就是 相对考的次数啊 比较少 前空题经常出的 就是命题公式的 成真和成假指派 呃 另外呢 就是让你判断一个变远 在命题公式当中 是约束出现 还是自由出现 呃 一般不太会出的 像这种 在填空题里头啊 注意 为词的符号画 这个并不是说不出 在这里头会重点出 呃 然后像这个编码 大小像的编码 有的时候也会偶尔的出一下 然后计算题里头 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这三类 重点就是复习啊 这三类题 一个是真值表的构造 一个是两种范式的求法 注意 这两种范式的求法 呃 如果人家没有指定 希望大家能够用真值表的 这种方法去求 不会有什么错误 如果人家指定的 要用等值演算的办法 那么你就只能用 等值演算办法呢 去求 然后另外一个 为此公式 它的真值 呃 证明题一般在第一部分当中 呃 出的相对少一些 然后呢 呃 综合应用题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命题逻辑和为此逻辑的 推理证明 大概会出一道题 呃 这是这一部分的重点 然后观 集合论这一部分的重点呢 经常考的 比如说秘籍 我们提到的 秘籍的写法 给你一个集合 写出它的秘籍 然后写出它里头 元素的个数 另外元素和集合的关系 这个经常容易引起 混乱的 集合的运算的一些性质 啊 函数的符合等等 注意 函数的符合 我们新的教科书里头 是用的又符合啊 一定要注意 另外还有关系的 臂包的计算 关系的性质 关系的运算等等 还有像这个 在偏续集大诺啊 的盖柱关系 那么像填空题里头 重点考的就是 像关系的定域和值域 啊 要求你写出来 然后另外呢 这个运算里头啊 考的比较多的 就是对称差 还有像关系的符合 函数的符合 这两个符合的法则 是一样的 啊 注意一下 在我们这门课程里头啊 都是又符合 要统一起来 计算题里头 主要分这三大类 计算题 一个是哈斯图 和它的几个特殊的元素 另外一个就是 求一个关系的 关系图和关系矩阵 啊 并判断它的关系的性质 还有一个就是 我刚才提到 划分和等价关系 给定划分写等价关系 给定等价关系 写划分 证明题呢 大概偶尔可能会出 比如说 给定一个关系 证明它是否是等价关系 或者证明两个极核相等 综合应用题呢 一般在这一块 出的可能性不大 啊 后边的一些呢 是一些一般的好点 偶尔会出 那么代数系统呢 大家在复习的时候 就不要作为重点 去复习 而且这一部分内容 相对比较抽象 比较难 把重点考的这几个 比如说三个特殊元素 腰元 零元 和逆元 尤其零元和逆元的判断 大家会去做就可以了 还有呢 就是像这个群 群的这个判断 对吧 它满足四个条件 然后群的一些性质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布尔代数当中啊 大家重点去掌握一下 一个有补格 一个有介格当中 那每一个元素 它的补元到底存不存在 如果存在 到底是谁 啊 天空题呢 经常出的就是 三个特殊元素 要让你写出来 另外就格当中元素的补元 还有注意的就是 群当中元素的结 尤其是我们经常出的 像这个摩恩加法的 这个战数系统 这是经常做一个 例子 或者做一个背景 来求它当中的 一些元素的结 计算题通常不会出 那么证明题 偶尔可能会出 比如关于子群的证明 大家熟悉一下 子群证明的 判定的三个条件 三个充分必要条件 就可以了 其他的做一个简单了解 就行了 然后最后 作为图论来讲呢 那么主要考的一个 是握手定理 还有一个就是数的判断 另外欧拉图的判断 这是在单选题当中 那么在天空题当中呢 经常会考的 就是一般像 看N N阶的完全图啊 它的边数 跟节点数 那么计算题当中 这几类题经常会考 有项图的临界矩阵 以及根据临界矩阵的 来求长度为几的路 回路 等等 它的条数 以及像可达矩阵 对吧 那么证明题当中 这个出的可能性极大 像握手定理 以及跟数 结合起来 来出一道 这个 证明题 那么最后呢 综合应用题 大概会 结合 哈门论图和 这个最小声声数啊 来做一些应用题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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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 那么这是 大概二选一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每年的这个知识点 和重要的考点 大家重点 把它把握一下 其他的有精力 可以去再复习一下 然后 每一块的这个 考试的预测 考点呢 我们在这地方 已经罗列出来了 比如说 像按照知识点 来罗列下来 它经常会出 哪种类型的题 包括提醒和 这个内容 我们都已经 大致上 给大家写了一下 回去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是第二章 这是第三章 代数系统 经常会出的 这些内容 然后第四章 这些内容 刚才已经谈到过了 那么最后呢 简单给大家提点建议 这个理想数学 学起来胆 但是考试起来并不难 因为根据历年 的考点上来看呢 这一块的 基本的内容啊 都是考的 百十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考的基本概念 所以大家不用去追求 难的题和复杂的题 把一些基本的概念 把它掌握了就可以了 第二点建议和第三点建议 就是建议大家 多做一点题 当然这个题呢 不要盲盲地去做 把我们讲过的 提供的 经讲和串讲里头的 一些知识点测评题 还有历年考题当中呢 涉及到一些 重要的知识点的题 还有另外 我们在串讲当中 每一部分大概会提供 那么几道典型的立题 尤其是大题 综合应用题和计算题 包括证明题 大家重点呢 去能够学习一下 然后能够做到 举一反三 基本上应付 这门课的考试 应该是没有什么 太大问题 所以祝各位考试呢 最后能够成功 抓住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